电视剧《你活的青春时光》正在火热更新中 格雷斯作为励志谦的前女友 在励志谦去世之后 一直不能相信励志谦的死因 在私底下调查励志谦的真正死因 宁维卡对格雷斯频繁抛媚眼 格雷斯对宁维卡的搭讪 只知不理 励志谦接受各个励志谦的公司 温达集团 但是励志谦却选择在爱那大展宏图 林浅和顾运之 成为励志谦的左右手 一人负责在前方 攻城掠地 一方负责后方 励志诚用均人的方式管理爱达集团 爱达在励志诚的带领下 订单一个接一个 爱达的独立服装品牌已上市 爱达的成功离不开格雷斯的帮助 虽然励志诚和格雷斯之间 因为安卡达的项目 产生一点点的小误会 虽然没有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友情 格雷斯对励志诚的好 已经超乎常人 格雷斯一直怀疑杀死励志谦的真凶 就是宁维卡和陈正 但是格雷斯为什么和宁维卡再次搞到一起 这样小编特别的怀疑格雷斯的真正目的 宁维卡在毒贩来写的时候 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救下励志诚 所以暂时取消怀疑的资格 励志诚还一直在私下调查哥哥的死因 在刚开始时候 格雷斯一下把所有证据全部都交给了励志诚 并且误导励志诚向其他的方向发展 励志诚对格雷斯充满了信任 宁维卡人设变好 格雷斯和宁维卡的关系突飞猛进 两人迅速走到一起 励志诚虽然不反对格雷斯和谁交往 但是格雷斯对宁维卡说的一句话 引起了励志诚的怀疑 他现在已经不关心励志诚的死因 励志诚怎么样和他也没有关系 励志诚知道后对格雷斯失望 开始调查格雷斯 励志诚非常的自律 只有格雷斯知道励志诚的所有习惯 励志诚生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也是格雷斯打的 励志诚的身体和车都没有异样 只能是电话的内容有一样 励志诚发现玄机崩溃弄甩 我要你给我哥陪葬 好了就说到这里 八十国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